确定福岛合一厂的储存核废水稀释之后排入海洋 副首相见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竟然在隔渊会议之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脱口而出 说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水的做法不同于大陆和南韩 还说从科学角度出发 早就应该施行将核废水排入大海 麻生还说核废水里的放射性同位素川的浓度 比大陆和南韩核设施排放的废水还要低 那些水喝了也不会有事 这个言论一出立刻炸锅 日本网友纷纷抨击要麻生太郎以身作则 自己先喝当面喝喝废水给大家看 包含了这个燃水麻生太郎 这几个关键字现在都成了日本推特的热门标签 而针对东京电力公司预定两年之后排放处理后的核污水 俄罗斯新闻社报导 俄罗斯专家警告 放射性物质可能被黑潮迅速带走 接着进入北太平洋环流 进而被带到北太平洋中心 恐怕未来会有六种鲑鱼将受到污染 而放射性物质也可能被辗转带回亚洲陆地上 俄罗斯远东地区现在有六种鲑鱼生活 分别是粉红鲑 沟稳鲑 以及银鲑大麻哈鱼 红鲑鱼和帝王鲑 它们都是在海洋当中觅食成长 繁殖期的时候会回到陆地上的河流中产卵 活动范围大部分集中在北太平洋的中央 而这个区域如果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 那么鲑鱼们在回游的时候 刚好可以把这个放射性物质给带回陆地 因此俄罗斯专家强调 现在其实还不清楚鲑鱼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污染 而它的生活在这个厄霍刺客海还有日本海 在这个北太平洋没有前移路线的鱼类呢 将不具污染的风险像是厄霍刺客海的这个飞鱼 或者是雪鱼 但是现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奇在出席文言 和协议会谈的时候 他宣布将把提炼的浓缩釉纯度提高到60% 而伊朗一直在提炼纯度20%的浓缩釉 60%虽然高于伊朗核计划过去的纯度 但是还没有达到核弹等级的90% 根据伊朗和世界大国在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 伊朗可以将浓缩釉纯度最高提到3.67% 那现在伊朗官媒引述外交部副部长的话 指出伊朗已经致函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伊朗还将在纳坦磁核设施 再引进一千台的离心机 关于疫情美国再生源生计制药的最新研究显示 前总统川普去年染疫后采用的新冠病毒抗体 机尾酒疗法 可以让和新冠感染者一同生活的人 出现有症状感染风险降低81% 因此现在研究将向美国食药管理局FDA来做生起 作为预防疗法之一 研究同时指出新冠病毒抗体机尾酒疗法 是直接将抗体注入体内可以立刻产生免疫 而传统疫苗则是在注射之后 帮助人体在几个星期之内产生自体免疫 先前就已经获准用在轻度到中度的患者身上 接着现在要向FDA申请用在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密切接触者 但美国食药管理局FDA同时也宣布 六个人在接种交生疫苗之后出现血栓 因此联邦政府现在决定是暂停施打交生疫苗 同时呼吁各州停止施打 《纽约时报》就报导 血栓症状的这六名个案都是女性 年龄在18岁到48岁之间 那现在根据美国CDC的统计 其实美国大约有700万人 已经接种过交生生产的这个疫苗 现在还有900万剂的疫苗正在运往各州当中 可是呢俄亥俄州还有康乃迪克州 以及内部拉斯加州和纽约州 在FDA发出声明之后 现在都已经建议 州内的辖内的医疗机构呢 停止施打交生疫苗 澳洲也公布了第二例 接种AZ疫苗之后出现血栓的病例 他的年纪是40岁左右 现在情况是稳定的 那第一例呢是在4月2号的时候公布 当时呢他是年龄是44岁的男性 他是在3月22号的时候 接种AZ疫苗之后出现血栓 那澳洲现在出现第二例AZ接种后的血栓呢 其实他在8号已经建议 50岁以下的澳洲人停打AZ疫苗 改打辉瑞疫苗 那欧洲疫苗计划原本就是强烈的依赖AZ疫苗 原本的计划呢要接种5000万剂的AZ疫苗 8号呢就迅速的调整整个疫苗的政策 加倍订购辉瑞疫苗 因为要改打辉瑞 所以呢订购了4000万剂的分量 那由于嬌生呢出现血栓疑虑 澳洲卫生机构也说 不会将嬌生列入考量 因为嬌生疫苗和AZ疫苗都一样 制成的过程都是利用腺病毒的载体 就是一种将无害的病毒蛋白 导入人体触发人体免疫反应的技术 因此澳洲卫生单位说 现在不打算再订购任何腺病毒的疫苗 法国总理也宣布 为了防止巴西变种病毒继续的扩散 即日起暂停所有法国和巴西往来的航班 一直到另外通知为止 法国的卫生部长维宏 其实在一个月前就说过了 现在法国呢有6%确诊案例 是巴西或者是南非来的变种病毒 而英国变种病毒株的占比则是67%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是中天新开张的国际频道 您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首页 找到最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频道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